2號 大家好,我是傑顿哥,各位傑顧做菜 讓你熟不得很簡單 來今天要做這一道料理呢 你們一定會非常的喜歡 你們也一定聽過 來自異國的料理 就是我們 羅宋湯 基本上它算是用大量的蔬菜 去熬煮成的一個湯頭 就是要吃一些牌餐類 吃一些烏白鐵板燒類 然後湯品 或者說羅宋湯 或者是什麼海鮮濃湯 你做選擇 那這個羅宋湯呢 究竟是怎麼樣把它熬的好吃呢 其實也是有小小的美感 因為好不好吃啊 真的是會影響你 等一下要吃主餐的那個情緒 一樣 簡安哥今天帶著最簡單又最輕鬆 最簡便的食材 來教你如何做出我們最簡單的羅宋湯 這部開拍之前 到我的youtube的單位 按下分享 開啟小鈴鐺 本日是愛出演簡安哥 按讚之中搶新卡 IG出演簡安哥 臉書出演簡安哥大家點 還有 簡安哥想要點LINE 也記得去加入 每一個按讚訂閱分享 加愛情加入 也都是我拍片成長的動力 截圖 OK 來 我們今天熱鍋一下 羅宋湯的基底 一定會加個牛肉 讓湯裡面更甜 那我們今天用的是牛肉條 很多人他都會直接去入 但是我們今天 我們會先把它炒鍋 用它的香氣來帶著鍋湯 下點油 好來 鍋燙完 好來 先來 按個熱鍋 依照你個人的喜好 去做食材的梗蛋 我覺得是胡當大雅 因為料理沒有絕對的對我做 你熱鍋本身 它會帶油帶比較重一點 那我們炒它 這邊把它的油 帶出來 來 來 讓我們現在炒我們的黑胡椒 晚上點 再來 這番茄糊 我們先加一半 這個去全年買就有了 基本上 這個先讓它跟基本的油 然後去做結合 炒出它的色澤以外 再來 稍微把它的方位炒掉 蓋給它 請 色澤 好來 先炒一下 來 加入一些瓷子的水 來 稍微的拌它一下 來 稍微的拌它一下 因為 我們需要做下一個步驟 那我們先拿去廚房 我們再廚房 來 廚房 再廚房 來 我們去廚房啊 滾了之後 小火燉的大概20分鐘左右 好 那我們現在先來做我們的 另外一個部分 立會啦 來 下我們的洋蔥蒜頭 好 滾了 湯米都出來了 現在下兩片月過夜 這滾了 滾了 滾了 滾了就有了 沒有啦 這要買啦 好 開口 那月過夜要去哪裡買 去全年買就有了 這樣我們吸起來 我們紅蘿蔔 滾了 來 西齊的米妝串 再來加上它的馬鈴薯 這些東西你就要炒過啊 炒過了 因為這比較油油的香味啊 所以 這個平平的價格 都是要記得的 好 來 再來 加入我們的牛番茄 大量的牛番茄 來 牛番茄我們有先做去比 你不會去比的請參考 我之前前的影片 有一部番茄蛋花湯 有交流的怎麼去比 我們要把我們的這個 番茄稍微的炒 齁 大概不是主要這個番茄 你看 炒啊 上面有點感覺有附著物 透透的 這個我們的番茄就炒過了 來 加上我們剛剛 留下來的那個番茄乳 番茄乳炒過了 再來 我們的高麗菜是必便 齁 這種的做法 柔鬆湯啊 非常合理 OK 這時候呢 有從廚房端出來 我們二條這個湯啊 我們直接把它加進去 再補我們的水 對 稍微給它拌一下 來 上蓋給它滾起 來 它現在滾的總控制它 我們關個中小火 我們讓它微煮一下 來 我們現在看 你把它滾到就是有點稠稠的 大概是10到15分鐘 看你的料多少 還有你的水多少 我們這樣的分量大概12分鐘左右 那這把蝦依據你的分量 來 OK 所以我們調個香醬 來 下一點鹽吧 好 那這樣子呢 我們的羅松湯完成了 簡單哥的喝湯時間 來 這大概是我這輩子 喝過最要喝的羅松湯 有些人他完成的時候 他要喝他會在中間 這邊再加一搓酸奶 增加那個風味 我覺得完全不用 哇 這個東西 加上我們的熱條 羅料高麵 不行啦 這我受不了 超濃郁 超香的湯 來 這個開不開玩笑 這是我去台北 找我一個米其林二星的朋友 他在那間餐廳當中 我去請教他 如何把羅松湯做好做完 然後用最簡單的方式 我以前會做 但是 畢竟他們是最專業的 所以我請教了他 用最結實的方法 來跟你們分享這一道 在米其林二星 吃得到羅松湯的味道 你們在家裡 真的可以去試一試 我們超級香醋濃的 美味羅松湯完成 翔哥今天的笑話 京都怎麼唸 京都 是什麼 京都唸 齒阿 哈哈哈哈 好 好